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的頻道 我是林文杰 大家應該看到Cover Plate 走進來的這段影片 今天是要講講美國的大選 但我找很多資料的時候 笑到我眼紅紅的 不停飆眼淚 看到這麼可愛的標題 是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今天的整段影片 都是分析美國大選形勢 選完之後 如果拜登當選 美國特朗普會做些什麼 亦都會跟大家分析一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杰新時代的頻道 記得開啟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如果大家在這段影片 在看的時候 在吃東西或喝水 希望大家千萬不要喝水 吃東西也不要吃什麼餅乾 太乾 那些食品 為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要讀 我在做功課的時候 就是做資料搜集的時候 看到的一些標題 是什麼標題 我現在讀給大家聽 特朗普賓州搖擺利害 拜登賓州重創 這個什麼 拜登賓州就重創 特朗普承虛而入 英國為賓州開盤 哇 我錄了很多次才可以順利地 忍著不笑 然後讀這些標題出來 這些標題 全部都是在不同的報章上 有英國的BBC 亦都是我們這邊的 很多不同的報章內容和標題 我看了一些明報的 嘩 笑到我呢 那個拜登賓州受重創 特朗普承虛而入 真是笑到我呢 嘩 暈倒啊 大哥 誰可以想這些標題出來的 嘩 好像呢 小時候聽這個什麼 長洲賓客人數多 嘩 笑到真的嘔電 那其實 特朗普在不同方面的民調 都已經落後了拜登很多 之前就出了 有傳系 肥魯麗和馬克西文寫的 偽造的一份報告 去誣衊拜登的兒子 拜登的兒子 說他有些性醜聞 或者很多不同的醜聞 現在拜登已經說 第一要澄清第二要有機會告他 這是一個好事來的 這一點令到原本二人之間的差距 現在又再一次拉闊了 有些新西蘭市場預測機構 指拜登以68個百分點 領先特朗普的39個百分點 支持度非常之大 英國的博彩公司也認為 拜登的勝出機率是65% 而特朗普的勝出的百分點 只有35% 新西蘭市場預測機構的負責人 尖寧斯就說 在14個搖擺州份 拜登在其中10個搖擺州份 已經領先 他的勝出機會率是挺高 但是略微已經降低了少少 因為受到他之前做出來的新聞醜聞所影響到 而英國的博彩公司的分析中 拜登在12個搖擺州份 有7個領先 究竟是有14個搖擺州份 還是12個搖擺州份 其實大家都未知道 因為一天未派彩 一天都不知道 還有一個叫做政治博彩的分析師 克里什納木提 他預計拜登會用超過330張選舉人票 以一個壓倒性的姿態獲勝 而美國佛羅里達州大學教授麥當勞 麥當勞 也分析今次大選投票人數 將會達到1.5億人 佔合格選民的65% 1908年以來最高的投票率也會創下紀錄 其實越高的投票率 跟香港一樣 也有利民主派 大家都知道 因為今次受到疫情的關係所影響 也在特朗普任內做了很多不同的動作 包括打壓華人 打壓中國 也打壓中國企業的動作 令到很多人都沒有犯悔 不過特朗普其實是一個最高售 他去賓州說石油企業 說石油企業怎樣怎樣 拜登令到你找不到食 去到一些以農耕為主要賺食工具 見農民的時候 就說你看看我 我令到中國幫我們買了多少農產品 大家知道你們的飯碗都是靠我 如果我繼續當選的話 我就可以為大家繼續力補飯碗 但是他沒有提到一件事 為何搞到他們差不多失業 是因為他搞了一個 跟中國開了貿易戰 他完全沒有說過 為何要跟中國開貿易戰 因為是他自己做出來的 不知道為什麼自己瘋了 就要開貿易戰 這件事是特朗普做出來 他是一隻字不提 所以他是一個很好的top sales 是完全把缺點完全不會再提 只是提優點 如果以拉票來說 他是做得不錯的 其實分析裏面有九個一定是搖擺州份 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德州 俄罕俄州 喬治亞州 佛羅里達州 愛河華州 北卡羅來納州 亞利桑那州 和賓夕泛尼亞州 就是剛才所說的賓州 不知道為什麼 人們很喜歡 很喜歡用這個名字 尤其是今次的選舉 用得非常多 最後一個是明尼蘇達州 這幾個都是搖擺州份 之前為何會有一個 叫做賓州受寵創 拜登賓州受寵創 特朗普承虛而入的報道 有人做了假新聞出來 說拜登民主黨方面 已經承認在賓州落敗了 做了很多不同的假消息 假新聞 但這些假消息 假新聞在哪裏做出來 大家就不得而知 不知道會不會好像 之前拜登的兒子 那個醜聞一樣 是由香港人做出來 或者香港有關的公司做出來 不知道 大家可以猜猜的 就連親特朗普的霍士新聞 Fox News 亦都說 在一個調查裏面 就問了這個可能選民 做一個叫做全國的民意調查 看看美國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 還是特朗普可以勝出 和那個領先的幅度 在10月初就是領先10個百分點 現在到10月底11月初 那個百分點領先 就已經下降到8個百分點 但是這個霍士新聞 其實是親特朗普組織 親特朗普機構 所以就說他做那個調查 如果已經是親特朗普 都已經是去到 差距有8個百分點 至到10個百分點 其實這個的差距是非常之大 和非常之嚴重 是很嚇人很可怕的 亦都有不同的民意調查 但其他民意調查出來的結果 都是說拜登贏 其實在上一屆的選舉 是沒有發生過的 因為上一屆的選舉 在內說兩個人 特朗普和希拉莉 究竟哪一個贏 每一個不同的機構 都有他們自己做出來的民意調查 結果是會支持雙方 但今次一面左右的民意 就是支持拜登 看看那個支持度 做出來的民意調查 就有52%支持拜登 只有44%支持特朗普 在3個星期之前 即是10月初 差不多 就有53%支持拜登 43%支持特朗普 9月初至到現在 拜登的支持度 也是維持在51%至53%之間 特朗普的支持度 只是大約在44%至42%之間 但是大家去看 2016年的時候 兩個總統候選人的民調 和總統候選人的結果 支持度去到最後 其實都沒有超過49% 由頭到尾他們兩個人的差距 都只是2% 但差距完全不大 大家不知道 是否知道上一屆的總統選舉 美國總統選舉 發生什麼事 可能大家不知道 美國總統的玩法是怎樣 選舉玩法是怎樣 其實一點都不民主 我不知道為什麼別人會 會向往這種投票 沒錯 人人都可以投票 但你人都可以投票的時候 你投票出來的人 究竟是否民意授權的人 其實是兩回事 上一屆總統選舉就是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究竟是怎樣 文潔鎮和大家說說 上一屆總統美國總統選舉 希拉里獲得的人的投票 其實是比特朗普多 即是支持希拉里當選的人比特朗普多 但為何那個總統不是希拉里而是特朗普 因為人民的投票 投完票出來之後是給選舉人的 選舉人的票 就有每個州份的選舉人都佔不同的票 那麼選舉人的票才是計算的 即是你要投一個民意票 然後那個選舉人再投一個選舉人的票 真真正正是計算哪個票呢 是計算選舉人的票 而上一屆的美國總統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希拉里人的支持票數比特朗普多 但特朗普最終贏了選舉人的票 所以就令特朗普當選了美國總統 這樣是不是公平 其實是不公平的 在選舉完之後那兩年發生了很多遊行示威 都支持希拉里 因為你沒有理由這個制度設立到 有機會令到民意授權多的人是會落敗的 事實上美國這個制度就做了一件這樣的事 令到這個選舉究竟是不是公平 我覺得不公平 但是他們是不是會接受 他們會接受這些不公平 香港那些人會不會接受 香港那些人更加接受這個不公平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崇洋心態都頗嚴重 頗嚴重 頗厲害 特朗普其實是不是會就這樣認輸 其實不會的 為什麼不會的 因為特朗普做了一件事 就是委任一個大法官 委任這個大法官之後 其實完全是為自己鋪路 第一件事就是幫自己在未來裏面 可能面對的訴訟 第二件事就是當自己輸了的時候 可能會做一些法律動作 可能也做很多不同的動作 不承認今次的選舉結果 都未頂 當中會用到不同的法律 甚至乎是去到大法官 去到最高的法院 這些時間就會用到大法官 所以這個商家勞第一件事很懂計算 第二件事很懂賣自己 完全不說自己為什麼 他就只會跟農民說 因為特朗普發動貿易戰 他是一個很好的上市 他也是很好的生意 計算算得非常精明 但是究竟政治和真真正正的領導人 是否應該要這樣做 要這樣做 當然對於我們中國 如果特朗普繼續在這裏 很可能會發生內亂 很可能整個美國都會分裂 都未頂的 但是如果特朗普這個人 在世界上 很可能會令到世界上 死得更加多的人 這件事是不想見到的 而文潔 很多人都問文潔怎麼看 今次的選舉 其實文潔認為拜登是會贏的 因為從多方面的民調也好 和不同地方的支持度也好 都會支持拜登 這件事是美國本土的人 當然在我很多不同的同學會 有很多的投票 尤其是在錄影中的這段時間 他們在爆發 我覺得是誰贏 大家發表一下意見 我數過 有百多人表達自己的意見 有三個人覺得拜登會輸 還有百多人覺得特朗普會贏 這就是香港人的看法 為什麼香港人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香港這方面 報導的新聞報導得很少 有什麼新聞令拜登會贏 處理新冠肺炎 特朗普處理得非常不好 其實在他們自己的美國裏面 很多的新聞都還在說這件事 還有現在美國方面 一天已經超過10萬人感染 這件事其實對於特朗普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為什麼可以超過10萬人感染 一個美國可以頂到一個歐洲 這件事令很多不同的美國人反感 覺得他做得非常之差 第二件事就是對於黑人事件 白人優先的概念 是令特朗普的民意方面做得非常之差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很多人認為 他掀起了種族的仇恨和種族主義 原本黑人白人都是非常之融洽 但是因為特朗普挑起了不同的人的根 令黑人現在非常之不開心 亦有很多不同的仇恨慘霧 而且美麗的風景線都仍在特朗普總統 現在這個時間雖然在投票 但是仍然有美麗的風景線在遊行 集會和警察對視 只不過我們的香港新聞 很多時候很多東西都沒有報導出來 所以有很多不可以叫他們做漁民 因為他們都沒有辦法 你不會刻意找很多新聞去看 你只會接受在報紙在雜誌 在很多不同的媒體裡所看到的東西 尤其是在黃媒體裡看到的東西 全部黃媒體一窩蜂都會支持特朗普 看看換屆之後如果真的是拜登 會否支持拜登政府 因為香港現在為何會這麼亂 其實全部都是因為共和黨 搞得香港搞得粒粒亂 當然了 罪魁禍首當然是拜特朗普 不是拜登 是特朗普和他的團隊 認為搞亂香港 搞亂中國 會令到他自己在任內裡的施政不得力 將會告一段落 不會有人再提 其實他這樣做是成功的 因為只要掀起一些戰爭才可以 團結人民的力量 這些在政治學上來說 是一個很極端而且很殘忍的手段 當然他用了出來 希望總統大選拜登贏了之後 特朗普就搞事 最好真的不要搞事 因為搞事會搞到人民很辛苦 很困苦 但是他一定搞事 希望他不要搞到這麼大的事 也希望特朗普受到法律應得的制裁 相信大家都可能很關心這個賓州 特朗普和拜登 在哪裡找出來呢 其實很簡單 只要在Google和Yahoo 甚至乎百度都可以 搜尋幾個字 拜登賓州或者拜登選情 或者搖擺州份選情 或者搜尋特朗普賓州 就會出了很多不同賓州的東西出來 賓石法蘭州 大家不要想邪 我都不是故意說這件事 不過我覺得很好笑 掀起了我的同心 也掀起了很多人的同心 大家在一個這麼緊張的時間 笑一下我都覺得無妨 一次半次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分享一下留言訂閱文傑 紳士都在頻道 開啟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電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